欢迎收看校园新闻,我是主播林诗颖 每当到了午餐时间,你都在烦恼要吃什么吗? 从这学期开始,无论是下午茶还是午餐 即使不用走出校园,你也可以拥有很多的选择 新的学期开始了,听说校园中开了许多新的商店 不知道有哪些呢?那我们现在就一起进去看看吧 每天的午餐时间,就会有大量的师生从校内走出校外准备去买午餐 其实学校里面也有餐厅,就在摩斯汉堡的对面 墙上画有可爱插画的义式餐厅,位于便利商店二楼 除了便利商店和饮料店之外 还有一间里头有游戏,让顾客玩乐的美式餐厅 我觉得还蛮方便的啦,像Seven的话 中午很多人就不用去外面给人家挤 对啊,然后午餐厅也蛮方便的,只是人有多一点啦 我觉得有机会的话会,可是会,如果有一些折扣的话 我觉得会更新学生 开便利商店或是饮料店或是餐厅 在风甲附近已经很多了,选择性很多,所以饱和了 个人觉得是如果开书店或是文具行的话会更适合 中华商场开幕正式的剪彩3 2 1,请剪彩 在开幕市举行当天,逢甲大学张宝龙校长也到场剪彩祝贺 主办单位更是邀请乐团来炒热现场气氛 便利商店也推出小游戏 只要有参加的同学,即可得到兑换券一张 我爱吃辣瓶 这边新凯的商店有7-11,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还有50蓝 然后还有一个我们新的美式汉堡 它叫Howdy 它是纯手工制作的美式汉堡 那楼上的话是Jan Tony 它是意大利面餐厅 那基本上它都是属于平价 但是非常有主题性的一个餐厅 饮料店,便利商店,异国风味的餐厅 还有环境舒适的露天咖啡座 这些都不是在冯甲夜市里头 而是在我们熟悉的校园中 身为冯甲人的你,不妨去走走看看吧 冯甲新闻,徐培峰,陈小凡,采访报导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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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